各位海内外的观人朋友 请多多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更有信心 更有力量为台湾加油 多做一点事情 希望我们的会员数可以越来越多 因为会员数越来越多 我们才能够为台湾发生的勇气 可以越来越强 而我们的团队的士气 也才能够更高昂的 为台湾加油持续打拼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成为我们的靠山 各位全球海内外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军plus 我是于北辰 在总统大选完以后 可能大家还沉溺在 不管是 其实我觉得这次选举 好像没有输的一方 因为民进党获得了政权的延续 可以继续第九年执政 可是我在民进党的朋友的眼中 看不到喜悦 他总觉得在国会上 他有那么一点失落 那么赢的人不觉得自己赢 国民党没有政党轮替 没有让蓝天再现 可是我看输的人 也不觉得自己输 各地所有的参选立法委员 一片欢欣鼓舞 赢了赢了 我们赢得了国会的最多数 我们好久没有当国会最大党 非常高兴 而民众党 即使是柯文哲 他的预估票数 可能会第一 可是估出来还是柯老三 可是民众党也没有难过 他觉得阿伯没有输 阿伯2028再来一次 因为我们的国会从五席变八席 台湾这次选举很罕见的一次 就是是一场没有输的选 大家都赢 应该是正面是好事 对不对 国民党也赢 赢得了国会最大党 民进党也赢 政权第九年延续打破了政党轮替的记录 那么民众党 他的部分区也创了史上的新高 柯文哲拿了总统票也拿了三百多万票 所以这是一场没有输的选举 应该是好事 但是希望会有好的发展 但是国际情势就没有大家这么乐观了 在台湾大选结束以后 紧接的就是美国的大选 川普在爱荷华州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拿下了胜利 那么极有可能川普未来 就要跟拜登再战一次 美国的大选绝对牵动到世界的动荡 那么德国就依据美国未来总统 可能的走势 做了很多种研判 当然这叫兵棋推演 这叫做内部的兵推 我们在国军里面也做过 无数次的内部兵推 那么通常这个兵棋推演的成果成效 是不会向外公布 仅作为内部 作为建军备战 还有以后整个战略走势的一个 一个参考 但是德国 德国 德国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也是欧洲居于心脏地带的一个国家 德国 在欧洲有领导的地位 但是德国在冷战结束以后 苏联瓦解以后 德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他觉得不会打仗 德国觉得不会打仗 大家不要觉得德国人是好战的 德国只有希特勒号战 绝大多数的德国朋友是爱好和平的 那么德国从他的首相 一直到人民都认为不会打仗 所以德国不需要花太多的经费 来从事军事的备战 所以几乎是荒废了 大家记得乌克兰 刚刚开始被俄罗斯攻击的时候 欧洲各国不是提供飞弹 就是提供战车 就是提供物资 德国提供什么 钢亏 他说我可以提供五千顶钢亏 这真的让所有欧洲的国家 那叫做赤之以鼻 笑断了大牙 这是笑翻了 你一个欧洲具领导地位的国家 德国在乌克兰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怎么只能拿出五千顶钢亏 后来大家才知道 因为德国在苏联瓦解以后 彻底的放弃了军备 德国的军备不再像当年我们认为 德国是军事强国 德国在军事科技上都是非常顶尖的 他几乎放弃了 把所有的力量都推动了工业发展 推动了欧盟的发展 让德国的军力弱到 连德国自己都害怕 所以这一份兵器推演 由德国来推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推兵器 都是以自我为核心 他绝对以自我为核心 所以德国看到了俄乌战争 本来认为72小时 乌克兰就亡国了 可是乌克兰撑到现在 还在打 那么德国会不会害怕 如果如果俄罗斯 掠过了波兰 后面就是德国 当年德国灭波兰 可是相对反过来 俄罗斯如果对波兰 做了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德国逃得掉吗 德国逃不掉 所以德国从俄乌战争开始 他开始积极的恢复军备 包含了暴式的战车 包含了飞弹 包含了空军 都非常积极 德国从来没有在冷战以后 做过这么大的军事变革 他对于军事发展 对于军事事务的革新 甚至对于北约的联系 空前的密切 所以这一份由德国内部 所传出来的机密文件 非常骇人 为什么说非常骇人呢 他的标题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18个月后会发生 各位有没有怕到 有没有吓到 我是一个长期 从事与军事工作的人 我都吓到了 因为推出这份冰棋推演的 不是别的国家 是德国 德国曾经在军事战略上 曾经在军事武器上 曾经在全球争霸的军事霸权上 他都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当德国宣布这一项冰推的时候 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份 像我们台湾汉光演习一样的冰推 那完全不一样 格局完全不一样 欧洲发生战事 我告诉大家 欧洲叫做世界大陆 欧洲如果发生战争 那就是世界大战 欧洲如果北约跟俄罗斯开战 那就是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将在18个月后开始 我们来看一看 德国怎么做的这份冰推 讲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很可能 这不是乱推 不过有没有 有没有可以去批评或批判 或者去找问题的 也有 我一个个找给大家看 第一个德国说 今年的2月 今年的2月 在春天乌克兰解兵 乌克兰的地面都解兵了 他的战车和重武器是不能通过 在2月解兵的时候 春天来年的时候 俄罗斯将会动员20万的军队 大笔的进攻乌克兰 再来一次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因为在11月份 在11月份 美国即将大选 美国没有时间 顾虑到海外的军事冲突 所以他从2月开始 加强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然后呢 会在6月份 在6月份 乌克兰因为没有办法 全然得到欧美国家的军事援助 6月份 乌克兰将会开始撤退 就是会把乌东地区开始撤退 会把克里米亚地区 乌南地区开始撤退 乌克兰会向中心限缩 可能只在基辅附近 乌克兰的国土会缩小 也就是俄罗斯的 作战的目的会达成 当他俄罗斯达成目的之后 俄罗斯不是就停了 他开始会向波罗的海 三个国家开始进攻 会向波兰开始进攻 他会集结空前非常大的力量 开始进攻北约 因为北约在俄乌战争 对于俄罗斯的威胁太大 他必须要把北约向东推 向西推 要把向西推 因为北约向东扩展的力量太强 俄罗斯要把他推回去 那俄罗斯会再动员多少人 会再动员20人 20万人 再动员20万人 那这个时候英国 其实英国已经感受到这个状况 英国即将要展开一个演习 就在今年 会有将近8万人来参与欧洲大陆的演习 英国已经多久没有参与欧洲大陆的演习了 在德国这篇兵推里 他就把它验证到 你看连英国都进入欧洲大陆来演习了 那么 到了19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西部会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就在白俄罗斯边境 接近波罗的海三小国之间会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那么大家记得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就是透过大演习 然后一夜之间就越过边境 那么德国的兵推也是这样认为 然后最后呢 在10月份 普丁会动用忠诚的飞弹 打哪里 打加里林格勒 就是飞地 在欧洲有一块俄罗斯的领土是飞地 他会攻击 用飞弹攻击 飞弹一出去打到欧洲 那么北约势必要还击 德国能不作战吗 波兰能不作战吗 英国能不参与吗 那如果这几个大国 加上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全部参战 各位这是不是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就展开了 那世界大战展开的同时 我告诉大家 美国11月份刚刚好换总统 11月份打完 美国刚好换总统 在政权交替的这个下戏里面 俄罗斯就有可乘之机 欧洲一片大乱 大家想想看 这是不是一个很恐怖的画面 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想定 而且这个想定 并没有被世界各国的战略专家来做抨击 说这是吓人的 骇人的 那反而是英国的防御大臣夏普斯 他也讲 他说我们即将会有2万人的部队 会到北约来参加演习 英国多久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演习 他已经直接证实说 这不是一个谎言 我们真的有部队要去演习 只是在想定里说8万 那么英国证实是2万 表示有危机 表示有危险 这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既然有了这个兵器推演出来 那么就不再是世界岛 光是一个欧洲发生战争 亚洲的中国呢 亚洲的台湾呢 亚洲的菲律宾呢 亚洲的日本呢 南韩北韩呢 这是不是一个世界大乱的一个导火线 这即将要打仗 所以大家担不担心 担心 所以美国正在做一件事 其实这需要整个印太地区的配合 美国在这次台湾选举的时候 三个航母战斗群 在哪里 在西太平洋 在西太平洋 非常频繁的巡逸 这已经违反了 平衡的战略态度 就表示美国还是认为 美国还是一直非常坚定的认为 如果要打仗 不是俄罗斯 如果要打仗 还是在西太平洋 就是在台湾海峡 南海 日本海 这一块 才是美国真正研判 最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位置 那为什么美国会这么样的坚定 未来如果发生战争 一定是在西太平洋 我告诉大家 因为德国这份兵推 虽然可信度极高 但是也有相关的 所谓的料敌从严 他们把俄罗斯看成一个 兵源征集 源源不绝的国家 因为俄罗斯的人口 只有一亿多 比起中国14亿人 小屋见大屋 但是它的领土却非常的庞大 虽然它是比较贫瘠 不能种 这个所谓的农作物的领土 可是还是大 俄罗斯只有一亿人民 他在俄乌战争里面 所战伤战损的人 已经超过了60万 俄罗斯还能再动员20万 再加20万 40万人吗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兵源取之不节用之不尽的国家 他以前在苏联时代 他是因为有很多联邦 他抓的一些联邦 他可以从别的地方来用兵 可是现在俄罗斯他没有办法 他实际统治的国家就只有一亿人的人民 一亿人的人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再凑40万大军训练来得及吗 还有大家愿意吗 俄罗斯人不会抗议吗 俄罗斯人会接受普丁的野心吗 所以这都是这个想定里面 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 但是反观 如果德国连德国在冷战结束 几乎放弃军备的国家都觉醒了 都开始认为和平不是永远的 都开始认为和平不是苏联瓦解 就可以获得的永久和平 因为俄罗斯还是非常危险的潜在敌人 德国都觉醒了 台湾从来没有脱离过危险 所以现在还有人心意想说 我只要接受习近平的想法 不要去刺激他 不要去跳脱他的想法 就是一个中国 台湾就可以得到和平 如果可以的话 为什么德国要担心 为什么英国要担心 为什么欧洲要担心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从德国这份想定 回来看台湾 日本都已经醒了 南韩也醒了 连菲律宾都醒了 台湾怎么还会有人认为 台湾只要跟中国好好相处 中国就不会侵略你 中国就不会武统你 中国就不会用他的霸权来占领台湾 怎么还会有人醒不来呢 德国都醒了 日本怕什么 日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为什么担心中国呢 当然担心 一个拥有三艘航空母舰 三个航母战斗群的国家 一个拥有全世界 舰艇数量最多的国家 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个急需要向外扩取资源 争取霸权的国家 在临边的国家 尤其你面临的这个强敌 他又是一个专制的共产的国家 他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周遭的国家怎么会不怕 在美国周边的国家 有怕过美国吗 美国这么强大 美国那大家说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超过这个中国三到五倍 那为什么附近的加拿大不怕 为什么附近的南美洲的国家不怕 为什么我们会怕中国 因为美国是民主 民主国家不会用霸权 去侵略战联 掠夺别的国家的资源 那可能会透过经济的方式 可能会透过各种贸易的方式 那也是一种霸权 可是毕竟不是透过战争 这就是民主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跟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不同 所以跟民主国家为零 跟资本主义的国家为零 你可能会担心到他的贸易 他的经济战 但是你不用担心 他用武力打你 可是我面临的如果是一个 共产专制的国家 其实你不用担心他的经济战 你要担心的是他的武力侵犯 这才是为什么日本觉醒 为什么南韩觉醒 为什么菲律宾觉醒 因为他被迫害了 所以很多人说 中华民国 我们在台湾 是因为有台独分子 所以中国才要打你 中国才要武统 那我请问日本有台独吗 南韩有台独吗 菲律宾有台独吗 那为什么中国依然在南海 不断的欺负菲律宾 中国依然在南海 不断的跟菲律宾 争取海上的领海权 这不是台独的问题 这是霸权的问题 所以即使你不讲台独了 你说我承认一个中国了 请问你的一个中国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在习近平的认为 只要你不承认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你就是台独 我就要打你 所以这是借口啊 打你是必然 只是要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所以台湾 如果还是把我们的未来 建立在敌人的人词上 就跟当年德国认为 苏联瓦解 他必须可以 也一定要信任俄罗斯 信任的结果就是这样啊 信任的结果就是现在啊 德国看到了乌克兰被侵略 德国看到了俄罗斯的侵略的危机 德国都开始强化军备了 我们还不强化军备吗 我们还不展现我们捍卫台湾的决心吗 一个没有决心捍卫自己领土的人 人家不打你叫做傻瓜 所以当中国知道 你台湾已经有一群人 决定要放弃国防 绝对要用谈的方式来跟我 那就叫求和 那就叫求和 求和就要打 因为求和的人最好下 我常常讲啊 你在路上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一年级新生都有一个胆量测试 胆量测试 这些学长装鬼吓人的人 最喜欢害怕的人 那个女生尖叫的越大声 那个装鬼吓人的越有成就感 可是你遇到那种非常勇敢的女生 或是非常有自主性的女生 我怎么好怕 这是假的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过去过去不吓你了 中国就是如此啊 当在台湾鼓吹和平 不要战争 要放弃武力抵抗的人 就是怕鬼的人啊 你越怕他 他越吓你 因为他根本不用出手跟你打 他只要用吓的就把你吓破胆 他只要用吓的就让你和平 让你投降 和平不是投降 和平是 我们的先烈 用鲜血 用血汗 震来的 我常在讲 如果八二三炮战 我们不抵抗 金门没了 台湾就没了 如果古宁头大战 我们不跟他拼到底 有展现一死的决心 中国早就把台湾给统一了 那如果大家认为 当年拼了生命 抛头颅 洒热血 捍卫台湾的这一些 不论你是外省人还是台湾人 这些革命的好朋友 这些革命 值得我们尊敬的先烈 他们都是傻瓜 对不对 按照你的讲法 这些人不要抵抗 在1955年 1960年之间 这几场战役 我们不要抵抗 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码头 打开我们的机场 让解放军降落 让解放军的船只登陆 他们就统一了 何必闹到现在呢 可是我告诉大家 民主的代价就是如此 我们跟中国 我们两岸之间 真的绝对不是民主的问题 我们两岸之间 真的是制度的问题 如果今天中国 跟美国一样 是一个民主自由 自由资本发展的国家 我们不需要对它 有任何的敌意 我们只要跟它 做经济的战略 只要跟它做贸易的战略 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去把国防 强化成如此 但是偏偏面临的 一个中国 还有德国面临的俄罗斯 它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它就不是一个 贸易自由交易的国家 所以德国被骗了这么多年 让它的军备一落千丈 现在开始急起直追 只要觉醒都来得及 我相信欧洲的北约国家 在苏联瓦解以后 过了一段歌舞生平的日子 没有战争 没有恐惧 没有担忧 那在没有担忧 没有恐惧的日子里面 北约的部队说句实话 那当然过得轻松愉快 台湾这段时间一样 因为两岸的和平假象 让很多从军的朋友 放弃了心中的武装力量 放弃了捍卫国家的决心 总认为我满头数完了 日子过去了就不打仗 我就可以退伍领退休凤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行为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和平绝对不是等待来的 和平绝对不是祈求来的 和平是靠实力拼来的 所以现在所有的军民 我发现在立法院 现在三党不过半 我真的祈求立法院 我真的非常拜托你们 所有人请支持国防 因为德国的兵推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地方会有永久的和平 和平 和时消失 只有在你不想捍卫你的和平的时候 你的和平就一点一滴的在流失 德国感受到了 台湾的朋友你们感受到了吗 我希望台湾的朋友我们爱和平 但是和平不是等待来的 和平是我们努力维护来的 维护和平要有很大的代价 维护民主的代价更大 在选举过后看到了德国 发出了这么严重的警告 也希望我们自己在台海 做好我们的角色 维护好台海和平捍卫者的角色 这才不为世界上自由伙伴的一员 台湾真的不小 台湾真的很重要 大家一起加油 我是于北辰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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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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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